Hello,大家好,我是晶晶,欢迎回来 今天呢,我打算做盐焗鸡,是用电饭锅来做 需要用到的材料呢 我呢,是选择鸡腿来做,你也可以选择呢,用整只鸡来做 然后盐焗鸡粉,还有姜 首先呢,我们先来处理一下鸡肉 我呢,会用锅来煮一下去血水 但是去血水之前呢,就是鸡上面有一些位置就会有很多鸡油 我就会把这些部分呢,切掉 因为我不想呢,它太油 现在呢,鸡上面的油呢,我稍微的处理了一下 然后现在水也差不多开了 我们呢,就去一下血水 煮开水,加入鸡 煮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切一下姜片 用多少姜呢,要看你的电饭锅有多大 主要呢,是用姜来铺满电饭锅的锅底 切片 然后我是比较喜欢切比较大的片 就比较懒惰嘛 然后把电饭煲拿过来 然后把它放进去 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 将姜呢,平铺到电饭煲的下面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把鸡肉去血水 然后把浮沫挑出去 这样持续煮个几分钟 然后煮的过程中呢,就捞一捞浮沫 把鸡肉从水里面捞出来 放在菜板上,准备腌一下 现在呢,鸡肉呢,非常的热 现在还在冒这个气嘛 所以呢,稍微等一下 然后呢,你就可以用盐炸鸡粉来盐 晾了一小会儿了 然后呢,本来现在鸡下面就有一些水 就可以用厨房用纸把这些水先擦掉 因为腌了鸡之后呢,会出更多的水 腌鸡呢,就是用盐炸鸡粉 然后均匀地涂抹在鸡上 这一面呢,也抹一下 然后呢,最好呢,把它翻过去 因为鸡的骨头嘛,下面这个有个弧度嘛 这个水就不会那么多 如果要是这个带皮的这一面的话 就直接就会接触到水嘛 所以我再把它翻过去 然后这样子呢,差不多呢,要腌15分钟 将鸡肉呢,放进电饭锅里面 只要都放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还要再开一次 然后电锅,按开始就可以了 等电锅煮好第一次之后呢 将鸡肉呢,全部都翻个 然后再煮一次 电饭锅呢,第一次已经煮好了 然后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呢,把鸡肉呢,全部都翻面 翻好面之后呢,就再做一次 重复同样的动作 把保温取消掉,然后再煮一次 然后再煮好呢,就可以了 现在味道已经是非常的香了 电锅第二次煮好呢,就已经完全好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锅 想用盐焗鸡 拿一个盘子装出来一块 锅里满满的全部都是鸡 就是这个样子啦,盐焗鸡 是不是也是超级简单 超级方便 味道很好闻 很香 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请你点赞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你订阅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